他身为反派 被金庸遗忘 却留下一门学功 造就一证一写两大高手 尽管金庸也会花费大量的笔墨 细写反派角色 但反派也有主次之分 对于那些不太重要的反派 金庸或许不会详细阐述他们的结局 有些甚至被金庸所遗忘 在《天龙八部》里 慕容伯、萧远山化解兰院 从此与清灯古佛为伴 九魔智被段玉 吸干内力之后大扯大悟 他从反吐蕃钻研佛学 成了一代高僧 段延庆得知段玉 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后 微微一笑 从此云游西海不知去向 慕容伯接连遭受挫折 无力光复燕国的他终于崩溃 轮位一个活在皇帝梦里的疯子 新宿派的丁春秋 则被种下生死符 他的下半生将在少林寺的牢笼里度过 看到这里 是不是以为反派们 都有一个较为模糊的后续动向 说是你就错了 天龙时代至少还有一位反派人物 金庸学着学着就将他忘了 此人正是新宿派的大徒弟摘星子 摘星子乃丁春秋的首席大弟子 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此人英俊潇洒 武功修为尚可 至少肖锋见了他飘行而至的轻功 以及如火纯青的吹火计 直到摘星子的轻功和内力都不弱 不过摘星子终究只是一个打酱油的配角 随着剧情的发展 摘星子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金庸的安排之下 功成身退 原文学道 碧燕一射到摘星子身上 煞时间头发一山着火 全身都裹入烈眼之中 这时摘星子的惨叫声愈来愈响 他嗓音尖锐 加上山谷中的回声更是难听 原来 阿子借着削锋的掌力 将碧燕射向了摘星子 摘星子内力耗尽 最终被阿子折磨得半死不活 随着丁春秋锒铛入狱 被烧上的摘星子何去何从 很遗憾 金庸写着写着逐渐将摘星子遗忘 直到天龙八部完结 仍没有提及摘星子 不过 在写完天龙八部和侠客行之后 金庸借着另一部武侠著作《笑偶江湖》 再一次提及了摘星子 由于战火的波及 许多武功都断了传承 然而到了明朝中期的笑偶时代 仍有一门武功让人望而生畏 此门武功正是悉行大法 悉行大法可以强行吸走他人的魅力 但追根溯源 悉行大法并非任我行百分百原创 而是逍遥派的一门武功 原文学道 任我行喝了一口酒 说道 我这门神功 实创者是北宋年间的逍遥派 后来分为北明神功和化功大法两门 休息北明神功的是大类断士 那位断皇爷 初决将别人毕生休息的功力 吸了过来作为己用 似乎不合正道 不肯休息 后来读了逍遥派一位前辈高人的遗书 才明白了这门神功的智力 大家注意看 任我行说他读了一位逍遥派高人的遗书 这才明白了这门神功的精髓所在 这位逍遥派高人是谁 会不会是段玉 随着乌雅子驾鹤西去 那一门北明神功也被断玉在武艺中回去 但可别以为北明神功就是断玉的独门绝技 原来 新秀派的丁春秋原是乌雅子的弟子 在判出师门之后 丁春秋以逍遥派的武功为根基 自创了许多武功 这就有了让人轮风丧胆的新秀派 而丁春秋的那一门化功大法 也就是北明神功的另一个分支 二者的原理极其相似 就连王宇言也误以为 断玉西人内力的武功乃是化功大法 更重要的是 任我行也提及了断玉 他说那位断皇爷觉得西人内力不合正道 因此是拒绝休息 既然如此 断玉又怎么可能将北明神功 却到遗书里去祸害后人 其次 如果遗书的确是断玉所选 任我行应该直接称呼他为大理断氏 而不是逍遥派前辈 笔者认为 这位逍遥派高人不是别人 正是下落不明的翟星子 翟星子被阿子打上之后 逃回了星秀海 他也听闻了丁春秋被求少林寺的噩耗 不过 星秀派的门规向来都是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随着丁春秋阿子的陨落 翟星子很快就成了星秀派的新一任掌门 一日 翟星子在丁春秋的书房里发现了一道暗阁 打开暗阁一瞧 化功大法四个字映入了翟星子的眼帘 翟星子许出望外 从此早晚不错的勤学苦练 最终将化功大法练成 时间犹如白聚过细 几百年后 翟星子的化功大法落到了任我行的手中 然而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海桑田 化功大法的秘籍早已残缺不全 任我行丹精竭力之下 将其改良为西星大法 仗着这门邪功 任我行横行无忌 很快就成了魔教教主 机缘巧合之下 林狐冲也学会了西星大法 不过 林狐冲重情重义 是一位极有正义感之人 从上 翟星子留下的化功大法 造就了一阵一邪两位高手 一个是魔教教主任我行 一个是浪子林狐冲 这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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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